你 你给我干嘛 拉脸开了 我帮你拉上 谁信啊 我帮你也不行 不行 对不起啊 最近啊 学校门口的公交线路上 听说出现了一个色狼 学校的好几个女士啊 都被他骚扰过了 臭色狼 你要再敢看我都有了 看我怎么瘦身 喂 喂 你站住 站住 你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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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小姐 你踩了我一脚 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就想走啊 第一 别叫我小姐 叫我姑娘 第二 本姑娘就是故意踩你的 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为什么故意踩我啊 你别过来啊 我警告你 以后少在公车上 骚扰女孩子 要不 接你一脚踩你一脚 我什么时候 骚扰女孩子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了 懒得跟你讲 哎 站住 你给我说清楚 我到底做了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啊 你别跟过来啊 你知道本姑娘 有什么特长吗 发神经啊 不是 是腿特长 我请你试试 喂 神经病 好 怎么 跑不动了 有在公交车上 耍流氓的时间 不如去练练长跑吧 再见 腿太短了你 短腿神经病 行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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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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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k 这个好帅什么啊 快点快点 OK 好帅啊 好帅啊 你怎么也要 再去摆桂啤就好了呀 玩个威胁 커�丝 好 真轻了啊 来 什么东西啊 好车啊 准备住我来吧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 我平时就是近视啊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这个我平时都在眼睛眼镜的 今天刚好掉了 我这个样子跟平时看上去很不一样吗 很不一样 不一样就对了 喂 你也喜欢看军事杂志啊 如果 没事吧 没关系 你喜欢就拿去吧 没有了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公装四郎没认出我啊 等等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 怎么可能啊 我刚来这家店才没几天 不可能见过你 你不但眼熟 而且声音也很熟 肯定在哪见过你 你肯定是错人了 不可能 施天明 你不是说了你跟朋友去赛车的吗 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 本来是 但他们临时有事 所以取消了 你再找个好点的借口骗我呗 等等啊 你曾经踩过我一脚 是不是 我现在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天明 你还没给我解释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看你们慢慢聊 聊得开心 别走 你就是那个 在公交车上面踩过一脚的 那个女的 就是你 天明 你说大善的时候 话也太老套了吧 人家富裕都不惜得搭理你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啊 我跟我男朋友呢 只是 开个小玩笑而已 您帮我雷琳去看 好的 没问题 天明 你跟我解释啊 行了 这么多人哪 你别这样行吗 你别这样行吗 这个公交四郎 记性也太好了 天明 你还没跟我说 刚刚那个服务员踩你一脚 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干吗问他呀 就是不知道才问他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好好回答我问题 别看了 我什么时候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 天明 你是不是烦我了 又来了 你是不是看上那服务员了 你快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天明 你别看了 嗯 您要个冰咖啡 不好意思 我什么时候点过冰咖啡啊 我刚刚明明要的就是热咖啡 您 您点的是冰咖啡啊 我连我自己点的是冰咖啡 还是热咖啡 我都记不清楚了吗 不好意思 那我帮您换一杯 那我帮您换一杯 你可不可以不要努力取闹 你 你 打扰一下就您要的热咖啡 我什么时候要的热咖啡啊 我刚才明明点的就是可乐 我说你怎么当的员工啊 客人的要求你都不知道 我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怎么培训的员工 上班不戴耳朵 还是故意跟人添堵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先去帮您换可乐 不用换 你点的明明就是热咖啡 我说换就换 赶紧去换 我说不用换 我说换就换 不用换 喝过了 不能再换了啊 你要喝可乐 让他帮你再上一杯吧 记得 帮他结账 站住 我就说你们俩有什么问题吧 快说 在一起多久了 杨佳 你有病啊 如果你继续这样 我们分手吧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你说呀 不好意思 麻烦你拿一杯可乐给他 好 小佳 小佳 你跟我在一起 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 对 既然那么辛苦 那你还不如跟我分手算了 你想想 你每天都一身一轨 你可以想出一万个出轨的理由 放在我身上 不是 你恨不得在我家里 装一个摄像头每天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哪怕我只有一句话说错 你都能解读出一千个理由 就算有一只母苍蝇在我身上停留 你都能编出一个厌情故事来 佳佳 我觉得谈恋爱其实 是很开心 很轻松的 而不是现在每天 精神紧绷成这样 我真的觉得我像坐牢一样 每天都要报备解释 报备又解释 可是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 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争动了 你让我怎么有安全感呀 是 是 好像可能我真的不适合他恋爱 可能 可能我根本不适合你 你说不适合就不适合 这竹子 这竹子可是在老婆一手间 亲手给我戴上的 这可是你们时间留给儿媳妇的 不是随便带带哪个女人生人都可以的 现在的老人家带走了一个月 你这对我说说这样的话 别有良心吧你 你 你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你 不要你管 你看到我和我男朋友吵架 你是不是会变性残老虎呀你 假 假 你找鬼闲事 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过来 我投诉你 我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千万别投诉我啊 我在店里工作三年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这衣服我来陪我来陪 你升不升职关我什么事啊 把你们经理给我嫁过来 这衣服五千多呢 你赔得起吗你 行了 佳佳 是你先撞个别人的 小姐不好意思 她心情不好 这衣服是我买的 就两百块钱 不用你赔了 崔天明 你还说你跟她没用一短 在当着我的面子 都得脸色细语的你 够了 你远没完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小姐 结账 你不觉上是疼你啊 崔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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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站住 崔天明 你快站住 崔天明 咱这就把话说清楚了 你疯了你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佳佳 我们都冷静一下 好好想想我们的关系吧 你刚才说 说这衣服也是你买的 你有权力决定那层服务 也是赔还是不赔 是不是 对 好啊 那咱今天就把其他话 都说清楚 行 说清楚就说清楚 怎么说 你身上穿这件外套 是我买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买的脱下来 拿着 你那个贴旗也是我买的 别让我偷这个啊 这是我自己买的 先生 我找你的钱 谢谢 小姐 我真的觉得你很眼熟 我们一定是在哪里见过 你还真能装呀 有这份演技 你当什么傅员 你当什么傅员 你怎么玩啊 你直接就用斯卡拿小精神 不得了吗 够了 有完没完的你 我就没完了 你有本事把那条皮带 也给拖下来 那也是我给你买的 拿 你 不用看了 这鞋也是你买的 谢谢您 拿着 施天明 你太过分了 好啊 施天明 乱你娘 你有本事 把你身上裤子也给我脱了 我这也给我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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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妹儿 脱吧脱吧 你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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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狠 脱就脱 我一大男人 怕什么走光啊 看着啊 我相信 你们开什么干笑什么笑啊 没对我小梁沫吵枪到温家身世 没事 没事 有点看啊 千万别客气 这个年头不怕没钱 就怕男人没有娱乐精神是不是啊 你 快没钱 你 来来是个吃软饭的 东西都是女人给买的 别瞎说啊 这身衣服是她非要买 非要逼着我穿的 她身上这套还是我买的呢 你也不看看你买的 都是什么拴着牌的地套屋 是啊 我十天明就是买不起名牌 怎么了 对不起 委屈你了 爱穿不穿不穿拉倒 拉倒就拉倒 小姐别冲动 走开 这个地套屋买的谁劲还 我 我还给你 还有 还有这三十块钱的墨镜 我也还给你 还有这衣服 好女不可难逗啊 你走开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赌气归赌气哪能这么欺负女人 是不是男人啊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关你什么事啊 你给我闭嘴 喂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自找麻烦了 还给你 喂 喂 还有呢 他就错了 谁怕谁啊 你别管我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呀 我里头还有一件呢 这件应该不是他买的了吧 还有呢 还有那手镯 虽然不值钱 但它是我的传家宝 来 拿过来 这个手镯 可是咱姥姥去世的时候 亲手给我戴上的 你要是怎么要回来 就去咱姥姥给钱亲自要 行 这个周末姥姥分钱见 你 记得说话算话 这个周末 不见不散 别走 老家 你快站住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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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需不需要帮忙啊 我来帮你捡吧 你别碰我男朋友的东西 我捡你的 我捡你的 你这儿需要多少钱啊 大概两千多 我这儿啊 有点钱 应该够用了 你先拿去 我想起来了 美人姐姐原来是你啊 三年前 你是不是在医院里 给过一个陌生女孩两千多块钱 不记得了 有这么回事吗 有啊 我说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就是那个女孩 你记不记得 当时我姐姐急需疏险 我身上没钱 是你给了我两千多块钱 救了我姐姐的命 后来我回去找您 你名字都没留下就走了 美人姐姐 你想起来了吗 太好了 这三年以来 我天天盼着遇见你 没想到还真的遇见了 你给我留个电话吧 我回头就点钱还给你 不用了 不用了 还钱就不用了 你只要不动我男朋友 我就谢天谢地了 恩人姐姐 你误会了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男朋友啊 那她刚说 你踩她脚是怎么回事啊 那 那只是一点小小的误会 真的 我发誓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男朋友 而且跟她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要是骗恩人姐姐的话 我就天哪来骗 顾都好死 这样你也不敢 恩人姐姐 你是在找耳环吗 我帮你找 恩人姐姐 找到了 恩人姐姐 你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 我帮你拿 你呀 别一口一个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的叫了 听得我乖别扭 你要是真记得我恩啊 你就别挖我墙角 别碰我男朋友的东西 不然啊 不然你怎么很难看呢 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绝对不会的 不过钱我还是还给您的 您给我留个电话 我这个月发了工资 就马上还给您 只要是你敢布置天高地厚 打我男朋友的主意 不过会让你换钱 而且 还会让你心情给换钱 更惨痛的代价 知道这家咖啡店老板是谁吗 是我吗 恩人姐 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 等等我 恩人姐姐 我帮您捡回来了 对了恩人姐姐 您给我让名片吧 我回头把钱还给你 电话也行啦 恩人姐姐 恩人姐姐 这个公交色狼 喂 我想了一个晚上 我肯定你就是那个 踩了我一脚的人 对不对 对 没错 在工程上踩你脚的人是我 在医院不肯帮你忙 不肯倒餐的人也是我 怎么了 你被开除了 不明显吗 我就是担心杨家会找你麻烦 所以特意过来看一眼 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你少冤我的恩人姐姐 跟她没关系 是我们经理自己要拍马屁 千万为辞退了 什么恩人姐姐 您火星来的 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 你听不懂没关系 你只需要记住 你的女朋友 是我和我姐姐的恩人 你不忍欺负她 你要是再给我什么花花肠子 相信我差你个三等财费 不管怎么说 你工作丢了都跟我有关系 你才围剿的事我就不计较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不需要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介绍一份工作 保证不比这里差 怎么样 谁让你介绍工作了 你还真把我倒是你的新猎物了 让开 好狗不挡道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谁稀罕你来了 我丢到工作室我自己倒霉 不需要你的投钱 我本来觉得我弄丢你的工作 我有点愧疚 我想帮你 我现在补偿你是你自己不要的 我们各不相欠了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你这种衣冠褚 满肚子坏舌的男人了 公交色狼先生 请你以后学会尊重女人 尤其是要对你女朋友好一点 他这人虽然脾气不大好 但是心却大大的好 别张嘴闭嘴什么公交色狼 别以为我对你有点小愧疚 就可以随便诽谤我 我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 你少跟我套近乎 虽然我没什么经验 我才不会上你那种色狼的大脑 让开 你还担心色狼 你以为色狼都是盲人啊 如果你是鲜花 牛都不拉屎了 喂 杨家我跟你说 我们的恩怨我们自己解决 你现在害得人家小姑娘丢了工作 这个责任你必须要负 他丢了工作关你什么事啊 说你看着他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要不然敢做敢当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 这世界上 丢了工作的女人多的是 你顾得过来吗你 懒得跟你吵了我 你别忘了啊 你还欠我们家祖传的那个银手镯 记得还给我 这个礼拜天上午十点 姥姥坟前见 再见 你 喂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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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哎 怎么开的车呀 恩人姐姐 甘 阿姐 这个就是当时救咱们的恩人姐姐 楊佳 楊小姐 太谢谢您了 姐姐长得可比妹妹漂亮多了 楊小姐 如果没有您的话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能活到现在 小妞 对对对对 恩人姐姐 这个是当时您借给我们的钱 我都说了 这个钱我不要了 您要我说多少遍 可是 这个钱您必须收下呀 听说王经理把你给辞退了 这事跟我半毛情况也都没有啊 别赖我头上 怎么会呢 这钱就当做是 公司给你的补偿金吧 以后别老拿这钱的事来磨叽我了 我还有很多事呢 先走了 杨小姐 雷仁姐姐 雷仁姐姐 晓妮 这杨小姐 怎么一直都对你有借气啊 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因为那个痞子 公交色狼 怎么样 四只手续办完了 你对我的好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香香啊 您可得记住 男人呢 可不那么管 你管得越紧啊 他溜得越快 就像手里的沙子饼 可是我要是不把他拽紧点 他就真跑了 这石天铭这么花心 你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啊 我这张立元的女儿 还怕没人追 追我的男人是挺多的 可是他们一个个的 不是巧克力型的就是奶油型的 软绵绵黏糊糊的 烦死人了都快 天铭跟他们啊可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啊 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我就记得吧 我第一次见天铭啊 是在一个酒吧里 他救过我 当时虽然是晚上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看到了太阳 我女儿找了一个像太阳的男朋友啊 那你可得小心点 可别把自己给烧焦了 烧焦了我也乐意 来来来 快操操 来操操 来 操操 来 干嘛呀妈 你看你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石天铭好在哪儿 要钱没钱 要地位没地位 就是一个 跨国集团的小白领 你看上他什么了 妈 天铭他也没你说那么差劲 他虽然家庭比不上咱们家 可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感觉到自卑过 我就是喜欢这么有骨气的男人 而且呀 我还在他姥姥临终前 答应说要照顾他一辈子的 我可不想出尔反尔 妈妈送你两个字 反见 人家姥姥去世都快一个多月了 你还在这儿假戏真做 我没做戏嘛 我那儿真爱天铭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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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你愿意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 你刚才说那个小打工妹 是什么来历啊 还让你很紧张 她叫安宁 是你那个司机女朋友的亲妹妹 说起来也巧了 几年前啊 我还在医院帮过他们俩呢 是吗 为什么呀 您不是跟我说的吗 说做人要助人为乐 当然给自己积德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天吧 安静她供外孕大出血 急需要输血 但是自己又没带够钱 我就把我手头的钱 全都给他们了 怎么这么长 快走 让太太 咖啶 奥全 有人还你的帮 快看看 快看看 有梦醒了没有 谢谢啊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文静 算了 不能就这么算了 光天换日之下没完法了 你赔我报 你拿这件看见我划你报了 你有证据吗 你 站住 我切看你划的报 刀柄就得手里 快打人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 别打 站住 站住 文静 文静 你们别打了 帮帮忙 帮帮忙 干吗他教你呢 老板下事的字 走 快看 走 走 谁敢再来 我竟然跟谁拼了 关 带不过我就报警了 什么娘不要怕 就 puts他把后续送我看 他们还西走 нужно 看他敢说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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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 你怎么样啊 没事 你擦一下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的眼镜 对不起 对不起 眼镜 眼镜 谢谢 谢谢 都怪我 都怪我 对不起 我 我先送你去医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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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你去医院吧 你去医院吧 去医院吧 去医院吧 慢点 慢点 伤口这两天呢 尽量不要沾水 以免感染 等过两天结痂了 慢慢就好了 疼不疼 好 好了 这就好了 谢谢啊 没事 谢谢 慢点 慢点 你刚受伤了 没事 今天把你眼镜都给摔坏了 我赶紧陪你一副吧 没关系 我不静视 你的眼镜我戴着玩的 我刚买的 今天谢谢你啊 我刚失业 也没找到工作 就剩那点生活费了 我得感谢你呢 好 英雄救命不成 反便你给救了 你已经很勇敢了 这年头 有几个人有点见影为啊 别说了 刚才我挺狼狈的 你这么说的更不好意思了 那就大恩不言谢 等我找到新工作 请你吃饭啊 你是哪个系的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 我是旁边美院的 读油画专业 大四楼 但我有个高中同学 在这里读中文系 这么巧 我姐姐也在这读中文系 也是大四呢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许墨轩 言无许 沉默的墨 气宇喧阳的轩 许墨轩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穷妖俱啊 许墨轩 你能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吗 可以啊 我 我打给你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一个穷打工妹 没有手机 没事 你给我写下来吧 好 这是我手机 这是我坐机 我在美阳旁边自己租的房子 有婚客来找玩 我打给你的时候 你不会以为是骚扰电话吧 欢迎骚扰啊 那我可就真打了 打吧 走 你说你不记事 为什么要戴眼镜 撞丝问人 你不记会啊 你什么人啊 想干什么 我是一个求职者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三分钟 听听我的陈述 当时给彼此一个机会 这个周末啊 我们盛氏集团在人才交流中心 有一个招聘会 我认为你应该到那儿去试试 而不是那么莽撞 跑到这儿来找我 蒋先生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有点莽撞 是 你是老板 我是求职者 但是我认为 我们应该站在平等的角度上 好好地对话 年轻人 你用了这招很有创意啊 可是我要告诉你 盛氏集团是一个很严谨的公司 一切事物呢 都得照流程来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 你还是去招聘会上 由我们公司专门的部门 来验证你轻锐才华 但我应聘的是人事部总经理 而招聘会专场上负责的那个 就是你们人事部经理 试问他会招一个竞争对手 来跟他想位置吗 人事部经理 我人事部经理现在干得好好的 我没打算要换他 这说你凭什么认为你会比我们人事部经理干得出事 因为我发现贵集团在人力资源分配上面 出现很大的问题需要改进 你还研究过啊 我看过你们的内部刊物 还有每一年的年报 我都做过详细的研究 你那些内部材料从哪儿来的 那些材料从哪儿来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发现盛氏集团 在人力资源分配上 出现很大的漏洞 这份是我做的详细的报告 蒋总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我希望您可以抽点时间好好看看 您就会发现 我的毛随自尽绝对不是莽撞的 你倒挺有自信的啊 你怎么敢确定 我也请去看你这东西啊 如果我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那我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刚好 三分钟 叫什么名字 石天明 这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蒋总 真的很感谢您宝贵的三分钟 好 助理 拜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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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啊 别太冥想了 当心被杨佳抓包 你说什么呢 我跟杨佳已经分手了 你别乱说 我给你算算啊 你这分了几次手了 这没个一百次 也有八十次了吧 可惜每次都分不掉啊 你啊 就别折腾了啊 谁折腾谁啊 是我没心情陪他玩了 你唠唠叨叨的 新娘都装好了吗 好了好了 这不都等您了吗 大师 咱选好地儿了吗 选好了 就那片草坪 好嘞 拜拜 老贝 来 走了 干吗呢 找到新工作了 没错 本姑娘现在就是这个公园 聘请的临时园艺工 你脚下的这块草 就是本姑娘负责的 看到牌子没有 爱故花草 尽出尽踏 我们就拍几张照片而已 踩不坏的 不行 这是规矩 我们去过管理处 交过补偿费了 放心吧 交过钱也不行 这个草坪是我负责的 坏了我可是要赔的 小姐 是谁小姐 乱叫什么小姐呢你 行 姑娘 我们就拍几张照片 不会乱跑的 就摆几个姿势 拍完就走 好吗 这是我的职责 你们去别的地方拍去 这公园是私营的 跟影楼是有协议的 这草坪就是给人拍照用的 我的朋友来拍婚纱照 婚纱照你懂吗 一生就那么一次 多么美好的事情 能不添乱吗你 公园这么大 你们去别的地方拍 我管不着 这块草地是我负责 你们谁都不要上去 天明 你不是跟这公园老板很熟吗 你怎么嫌弃的 这要再拍不了 太阳可下山了啊 行 我今天就是要拍了 怎么着 反了你了是不是 你给我下来 你下来 你这怎么不讲道理啊 出不去 你 我说你 这 这个不能怪我啊 是你先不守规矩的 天明 怎么样我看看 你知不知道 一个镜头好几千呢 这不一摔可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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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算 算了吧 好 天明 天明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是 你来得刚好啊 来来来 我们上午交了钱 这个消息 现在死活不让我们拍 照片没拍成 你看相机出来什么样 安妮 你怎么回事 经理 这块草地正在养护 不能踩它的 这位先生非要上去 我但是 你万事怎么一根筋啊 草地是需要养护 可人家交的钱 不就是为了养护草地吗 再说了 我和天明还是好朋友 你把人家相机出来坏了 马上跟谁先生配得道歉 又没有人通知我 这个草地是用来赚钱的 我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向他道歉啊 你小小年纪 脾气还不小 马上道歉 要不就别到我这儿干了 那小事情 别为难他了 不行 不行 如果今天他不赔礼道歉的话 那我今后 怎么管理这帮临时工啊 大不了我就不干了 让我跟这种人赔礼道歉 门都没有 别说门了 窗都没有 范儿都没有 我还给你 你给我站住 好 你辞职可以 可是你摔坏了别人的东西 总不能让我给你赔吧 没事 没事 相机我自己拿去修就好了 别人走吧 走吧 修这个相机要多少钱 没多少钱 才几只快 真的不用你赔了 不行 你的相机是我摔坏的 我必须得赔给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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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多少钱 不用你赔了 你赶紧走吧 我现在就跟你去修相机 该多少我就赔你多少 我可不想欠你人情 好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拍不了了 找别人帮你拍吧 收拾东西 走了 不是 天明 你这个点儿让我找谁拍去 你上哪儿摄像机去啊 喂 你慢一点 你等等我 你 你去哪儿摄像机啊 你 你磕生啊 你到底去哪儿摄像机 你可别不追好歹啊 我可是诚心实意 我必要陪你相机的 过着这村 我可没这个店了啊 一会儿在哪儿见呀 握手 你还没说 你 你还没说去哪儿 收相机呢 你回来 你给我站住 别跑 这婚姚腿可真长 这婚姚腿可真长 你说什么呢 你给我停下来 停车 停车 别无奈 你给我站住 小心 小短头 还像追摩托车 来来来来来 你闯着开口啊 你要累死我了是不是 挺能跑啊你 姐在学校可是连学六年的 长跑冠军 真的假的 你爱信不信 喂 你能不能 别老是跟着我 别老骚扰我行不行 谁骚扰你了 我摔坏你的相机 当然得赔了 别以为你假装高抬贵手 就显得自己高大上了啊 我不收你的小小小坏 赶快 带我去专门店 该赔多少赔多少 你忘了 我是公交色狼 你这样老是跟着色狼 你不怕 你是色狼没错 但我是斩狼国的 专斩你这种色狼 养猪的吧 腿像猪那么短 我是养猪的 那你就是那只猪 行 行 行 你那么想赔的话 我让你赔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明天回公园上班 回去 放心吧 如果那个经理 不同意的话 我会亲自给他打电话的 摔坏你的相机 赔是天经地义的 上班的事情 我已经说不干了 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啊 有个性不是在这种事情上 没展现的 千万不要跟自己的饭碗赌气 你还不是因为赌气 要跟杨家姐姐分手啊 我跟她分手 怎么是赌气呢 我是 按你的这种智商 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明白 总之你明天必须回去上班 要不然就别跟我去修相机 怎么样 少啰嗦 赶快带我去修 修完我好回家 累死修了 那你敢坐我的摩托车啊 有什么不敢的 来 带上 干吗呀你 想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坐后面 坐这儿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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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不好啊 别擂我脖子啊 太快了吧 是嗎 還可以再快點嗎 還好吧你 我都說過了 沒有女孩子 敢做我的哈雷的 我敢保證 只要你做過第一次 就肯定不敢做第二次了 誰說不敢了 我別唯我吐了就是怕了 不敢做第二次 再來 你想死也被死在我車上 你是不是屬牛的 那麼強 真是 行了別吐了 揪下肌了 你這鏡頭怎麼穿成這樣啊 別再說笑話搞小動作啊 這個鏡頭壞了 得換個新的 八百塊錢 八百 你 你不是說幾十塊錢就行嗎 不是 我是說這個 這個 是啊我就說八百嘛 不是 哎 你們別在那打手是說外語的 我看你們是聯合起來 想要敲詐我 還我說這姑娘 你怎麼這麼不吃好歹呢 我跟你說實話 這個鏡頭 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低了八千都拿不來 是這位先生告訴我 說要把價說低一點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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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八千塊 說什麼呢 不休一下就好了嗎 行了八十可以了 給你八十 八十 你開什麼玩笑呢 不行 行了行了 別這麼激野教 狼先生 我姓石的 朱大姐 人家銀員明明說是八千 你為什麼說八十啊 是不是 看我是個小膽工妹 好糊弄 瞧不起我是不是 是是是 是我糊弄你的 實話跟你說吧 這個鏡頭修不了 必須買個新的 不是八十不是八百 是八千 你賠不賠啊 賠 賠就賠 什麼了不起 不過我現在賠不了你啊 但是你放心 人不死賬不爛 我早晚會還給你的 我給你寫個線條 直 別 濱江大學女生宿舍樓 一二零二十 喂 你是濱江大學的女學生啊 出來工作也不用上課了嗎 您 是我姐的地址 她是濱江大學的學生 你放心 我不會來這樣 我兩次丟工作都是因為你 還真是我的掃把星 我已經很久沒有人 聽天說我什麼掃把星什麼的 什麼年代了 不過這樣的名稱我喜歡 謝謝啊 我走了 大掃把 要不要送你回家 不用 你給我記住了 我們兩個人現在的關係 是楊百老跟黃世仁 不適合走得太親 說你不敢坐我的車 就是不敢坐我的車 還找那麼多藉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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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 我給你匯報一下 我已經從華來辭職了 準備入駐盛事 我有信心 我一定會成功的 還有昨天我終於見到了 那個蔣大尾 這老混蛋 對於保持自己的形象 還真的挺有一套的 穩重 從柔 很有成功者的企圖 在外面那些人面前 裝得還挺那麼回事的 不過說實話 我到現在還沒有想法 下一步應該再做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不過姥姥你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怎麼會不會讓你失望的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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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 就是想让您帮我做做主 您老人家临走之前 天明当着您的面 说要照顾我 爱我一辈子的 可是您这才走了多长时间呀 事故还未寒呢 天明就说他不算数了 而且 他还让我把这个银手镯 当着您的面还给他 你胡说什么 谁变心了 你要是没变心的话 干嘛跟我提分手啊 我们的问题不是变心的问题 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啊 怎么就不合适了 换作是你 有一个人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盘查你 你受得了吗 你没有安全感 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造成的 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一开始是谁说的 说上我以女朋友的身份 照顾姥姥的 现在姥姥走了 你就可以说话不算话的 出尔反尔了对不对 不是那样的 我知道 从一开始你是不是很喜欢我 但是 但是我照顾姥姥之后 你是认可我的呀 而且你还带着姥姥的面 说要 你说我是你女朋友 是 我是说过 我也保证过 但是你想想 我们交往这三个月 平均每一天 找十几次架 十几次架 你想想 每次都是你无理取闹 没事找事 你真的觉得 我们这样合适吗 对 我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的是因为 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安全感 一开始是我主动的 没错 但是你也没有拒绝我呀 自从姥姥病了之后 你才承认我是你正牌女朋友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 都没有跟我说过你爱我 我 我怎么有安全感呢 好 姚姥 的确你是一个好女孩 我非常感激你 那么细心地照顾我姥姥 特别是在她最后几个月的 那段日子里面 我真的很感激 我非常非常地感激你 所以我曾经想过 要好好地跟你交往 我承认 我跟你交往的这三个月 我是认真的 我发誓我真的是认真的 你要是想证明 你不是我想的那种混蛋 那你就当着姥姥的面 说你爱我 你看吧 我就说你说不出来 姥姥 我是真的爱天明的 你一定要保佑我 能够当上你的外孙媳妇 真的不要让天明凑过一个 这么爱他的女孩 这 姥姥 天明 就算你不确定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但是我求求你 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你不要把这个镯子 要回去好不好 我多一点毛病 我尽量改还不行吗 你答应我了 你答应我了 谢谢姥姥 你怎么来了哥 来看看你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 欢迎 对了 我刚刚从华雷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 华雷可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你要想好 我要去盛世集团 盛世集团 也算个不错的平台 不过你确定 比华雷的发展好吗 不知道 这是姥姥临终前嘱咐我的 所以我必须要完成 姥姥临终前的嘱咐 你把我说糊涂了 那边给你什么职位啊 你应该问我 我跟他们要什么职位 什么职位 说吧 人是不经理 不过他们没答应 那你就敢辞职 那么有把握 子洋 不相信我 跟你赌啊 赌一个花生怎么样 这个盘子都送你 喝酒去 好好喝什么酒啊 心里不痛快 你刚才不是自信满满 又不痛快了 就当是我给你这个 穷酸化加改善伙食怎么样 别问了 走走走 行了 也别出去吃了 叫外卖 上回你拿来那瓶酒啊 还没喝完呢 行 有什么好吃的 都拿出来啊 行 您老人家来了 一定好好伺候 你老人家 赶紧呢 什么情况 杨家发工了 说什么呢 挖着 怪不得凉凉的 不好意思啊 别提了 前两天又差点分手了 又分手啊 这回又是闹哪出啊 你别挤对我了行不行 挤对我的人已经够多了 不缺你一个 你也别太过分了 你说杨家 要长相有长相 要学历有学历 又是亿万富豪的女儿 对你一片痴情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她是亿万富豪的女儿又怎么样 我要的是娶老婆 不是找一个刁蛮公主 那你说说看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老婆 最好是不要矫情她 要洒脱一点 就是 就是我一说走 她可以马上坐上我的哈雷 跟着我去闯荡世界的那种 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这些条件 杨家都能做到 她出门要住五星旗酒店的 只要车能到的地方 她双脚绝对不沾地 世界对她来说 只能用来巡视 怎么可以闯荡 那你可别忘了啊 她是姥姥清点的孙媳妇 就凭这一点 就能打败感激你汗烂的新忧 这事你想好吧 反正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要满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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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闭姐 小心出电 来 闭姐 小心出电 怎么 你回来了 怕我跟你爸说你的秘密 哪儿 喂 你好 给我给我给我 找哪位 喂 你好 我找许莫轩 找你的 莫轩 应该是美女 声音不错 好 喂 哪位啊 喂 什么声 我 我是安宁 你还记得吗 你要过来 欢迎啊 当然欢迎 那我 那我一会儿下去接你啊 好 一会儿见 好好好 那 那一会儿见 好 普通朋友 一般说普通朋友到最后那个关系都 都不普通吧 到什么程度了 低音一下还不错吧 先看看 交往交往 我收拾点房间 太多了 还收拾啊 你这里已经比我那边干净十万倍了 我不像你 我受不了 强迫症 行了 你慢慢收拾吧 我聚当电灯泡 你别走 咱哥俩好不容易见一次 那女孩性格很好爽的 不会介意什么的 你待这儿吧 帮我拔把拐 好爽 女汉子 你什么时候变口味 喜欢女汉子了 我怎么就不能喜欢女汉子啊 可以 层次不一样嘛 这些怎么可以招呼人家呢 给你买点吃的 顺便帮你带束花给人家 是我哥 了解我 当然了解你了 交情 红玫瑰 红玫瑰就不要了 给她莱树白白盒 更适合她的气质 女汉子什么气质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那就是清洁 几分啊 一个月碰见三次 你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怎么又是你这个大扫把 今天不知道 又要有一段 什么倒霉的事情 对债主客气啊 不用提醒我 欠你的钱我进会还党 跟你开玩笑嘛 那么认真 人家干吗 看朋友 女朋友住这儿 我朋友也住这儿 女朋友 我看是女朋友吧 这么快就有新婚了 我一哥们住这儿 他女朋友来看他 这花是给他女朋友买的 谁信你啊 我告诉你 给我老实点 要不然下次我见到 我的恩人姐姐 我是不会替你保密的 随便 来 一会儿介绍我哥们 给你认识一下 算了吧 叫你的胡鹏勾用 本姑娘才没兴趣 安妮 孟轩 你不认识 原来孟轩说的 那个哥们儿 就是你啊 刚才电话里 那个人就是你啊 你平时不是 凶巴巴的吗 怎么一到电话里面 讲话那么温柔啊 刚才那个女人声音 这么像 安妮我给你介绍一下 天明哥 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这是安妮 你好你好你好 幸福幸福幸福 你好你好你好 那你这花 送给你的安妮 送给我的 对 谢谢啊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人送花给我呢 是吗 好 那我就是第一个送你花的人 真是荣幸啊 你房子真好 房租应该挺贵的吧 一个月八百啊 这么贵啊 来 坐啊 谢谢 她有强迫症的 这清爽干净的背后 是令人抓狂的 严格要求 以后做她的老婆 采了 那也比拉里拉遢的人要强 朱小姐 咖啡 杨白老女士 您的咖啡 百合花女士 咖啡啊 慢慢喝 怎么让我的人喝这样的咖啡啊 我去磨点现磨的咖啡豆给你们啊 你想好啊 等你磨完咖啡豆它都挂了 帮你把花插上 不许动 这可是莫轩送给我的 这花是我下去买的 那也是莫轩送给我的 买花的钱是我出的 那也是莫轩送给我的 行行行 这花是你的 是莫轩送的 你抱着它别撒手啊 抱着它一辈子啊 要你管 喂 你跟我选怎么认识的 无可奉告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啊 对啊 哇塞 太好看了 莫轩 你一定是你们系 最有前途的学生 还行吧 不过 怎么都是人物画啊 为什么不画风景啊 我喜欢人物 因为人是万里无之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把那个瞬间捕折下来 再定格下来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天明 咖啡 谢谢 天明哥喜欢摄影 也喜欢摄影人物 你看过吗 他呢 只对你的作品有兴趣 你们就继续互相崇拜吧 不用管我 吃醋了 莫轩 嗯 如果有空的话 你能帮我也画一张吗 可以啊 不过油画 挂在寝室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帮你画一幅素描吧 好吗 好啊 当然好啊 他呀 最喜欢画这些 人体素描 别搗乱啊 我一会儿就帮你画 那谢谢啊 麻烦你了 就当是上回感谢你 哎 什么事啊 别告诉他 爱说不说 谁喜欢听你们的艳势 哎 别动 我没动 我进来抹布 莫轩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 你是客人 怎么让你做这个 而且这个地板啊 立刻得擦 要不是会有痕迹的 好 别动啊 等我帮你量一下 你的三亭五眼 无聊 哇 那么宽 那么长 你的脸才长呢 行了 不是不是 沐轩 你看 他的比例真的有问题啊 有吗 没有啊 很好啊 五官的比例特别好 好 笑起来特别灿烂 安宁 你是个大模特披子 你知道吗 谢谢啊 求你不要再说了 我难受 你怎么了 有没有止涂药 你别闹了好吗 不是 不是 我认真的 你弄两颗来 我不行了 你 怎么样 莫轩 你最近验过事里没有 别着急 改天帮你画一张 啊 谢谢 不用客气 好了 安宁 看看喜不喜欢 哇塞 画得真好 从来都没有人 给我画过画 沐轩 谢谢你啊 客气 好了 花也送了 画也画了 我们该吃饭了吧 不用了 我该回去 需要找我姐了 吃完饭再回去吧 但是我这个扫把心 请你吃顿饭 帮你去去煤气怎么样 扫把心是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一块去吧安宁 今天有人辞职了 心情不好 就算陪她 谁心情不好 辞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原来你也丢到工作了 原来你也丢到工作了 看她老天还是挺公平的 赶紧吃饭吧 吃完饭她要吃药了 走吧安宁 我们一块去吧 洗衣盘 你这样一直捧着那束花 你手不累啊 什么莫名其妙的 你打算给我起多少个外号 谁让你 一会儿又养猪的 一会儿又养白牢 一会儿又捧着那个百合装淑女 谁装淑女的 我本来就是淑女 我又点了一条三斤多的鱼啊 你请算 没问题 随便点啊 都说是兄弟了 尽管下手啊 难得被你宰一次 你怎么不吃啊 我先帮你把花放上去 谢谢啊 没事 你喝那么急干嘛呀 没事 咋平时不这样 最近可能跟女朋友闹矛盾了 有点变态 我看干脆分了算了 虽然杨家姐姐会难受一阵子 但起码啊 我逃脱这个魔掌 像她这种啊 又漂亮又善良的大好人 怎么就跟着这种人 什么什么这种人 或什么人呢我 喂 我跟她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呀 小叔 有病 你有药啊 你俩怎么一说话就掐啊 吃吧 来 把醉堵上 可能我上辈子 掐了她很多钱吧 是吧 不用你提醒 欠你的钱我会还的 小端腿还真是酒屁 烤好 好 真是碰到扫那香 不行 不要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